今天不养生,明天养医生,这里是养之道,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,今天阿芝给大家推荐一味万能补药,不花一分钱,但是功效无穷大,几乎所有国医都推崇它,用得好,可以解决任何慢性病。 国医大师唐祖轩,49岁时,得了脑炎,昏迷了五天,还好被抢救了过来,康复以后也落下了高血压,高血脂,高血糖,平时行走都要带着氧气袋。 通过柔腹,身体完全调理过来,今年76岁仍步履生风,言语俊爽。 国医大师陆志正,九十多岁了仍精气神十足,柔腹就是他的养生秘诀之一,陆老在每天饭后一个半小时都会进行覆魔。 国医大师李继人,八十多岁仍红光满面,甚至重新长出黑头发,眉毛有的也由白变黑了,他说主要是会补。 李老这个补呢,也不是食补,也不是药补,而是柔腹,李老自己说,这是我最大的补啊,对我的保健是起到关键的作用的。 坚持柔腹,不仅能促消化,治便秘,身上的老病,慢病也会会跟着慢慢抽丝而去。 一,早晚柔腹,百病不生,国医大师李继人说,我这个动作很简单,也很容易做,但是必须要坚持,跪在坚持,天长日久地坐下来,还真有出人意料的效果。 你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,那作用是不大的。 这里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柔腹的方法,但是大家不要拘泥于这个方法,如果自己操作的时候有一点点天差,意识无妨,养生保健主要是两点,自己舒服,长期坚持。 柔腹早一次晚一次,选择在睡前后起床后最好,如果有恒心,也可以在午后加一次。 练一周左右就可感觉腹内气随手转成恍惚荡漾之下,坚持一个月,能感受到惊人的变化。 一、躺着暗,取仰卧位,以右手撑暗顺时针方向绕肚脐眼柔腹,先从肚脐眼开始转圈儿,一圈接一圈逐步扩大,直至柔变全腹。 暗柔力度应该适中,以不产生痛感为前提。 二、坐着暗,并腿端坐于椅子上,或两脚分开,与肩同宽,乘战力时。 然后,双手相对搓至手心发热,平扑于腹部的左右,分别以顺,逆时针为方向,轻柔轻膜腹部三十至五十圈为一组,力度以有微微发热为价。 三、站着暗,右手的手心眼,对着肚脐眼神雀学,以肚脐眼为中心,顺暗三十六下,反过来又暗三十六下,每次正反为一组,可以多做几组。 具体一次揉多长时间,应量力而行,十至三十分钟均可。 洗澡后,毛孔张开,这时按摩效果最好,按摩前用热毛筋肤一下腹部,也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。 转速要慢而匀。 有人用了三十五分钟揉一千二百下,这就有点快了。 初恋揉腹,速度应该是每二至三秒,转一圈,三十分钟的转速应该在六百杠九百下之间。 转得太快手臂容易累,注意力也跟不上,而且转快了就没有了力度。 没有力度的揉腹,效果是有限的。 揉腹时,经常会出现腹内有温热感、饥饿感或产生肠鸣、排气等,属于正常反应,不必担心。 腹部按摩不要在过分饥饿或饱餐的情况下进行。 如腹部皮肤有化浓性感染或有肠炎、利剂、蓝尾炎等急性炎症时,不宜暗柔,以免炎症扩散。 腹部有癌症,也不宜暗柔。 二、先单腹中藏,柔之寿命长,柔腹虽简单,但却是流传了数千年的功法。 腹者,生之本。 中医认为,人体的腹部为五脏六腑之功成,阴阳气血之发源。 经常按揉腹部可通合上下,分离阴阳,充实五脏,区外感之珠邪,轻内生之百症。 而且临床实践证明,以按摩腹部为主的脏腑经络按摩疗法,对许多顽固性疾病,如肺心病、肺气肺、高血压、关心病、糖尿病、肾炎、肾梦肾炎等疾病都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。 第一,降血压,腹部为胃经及脾经等多条经络巡航之处,因此按揉腹部可以强健脾气,有助弹湿之邪的代谢,对弹湿中组型的高血压有很好的疗效。 对于患有动脑硬化,高血压,脑血管疾病的患者,按揉腹部能停息肝火,使人心平气和,血脉流通,起到辅助治疗作用。 第二,甩坠肉,中医认为,大腹鼠皮,皮为气血生化之源,肥胖的主要原因是皮湿渐韵,气血抑制所致。 故意减肥,手当从皮调制,按探腹部,通过腹部的运动,可以健脾助运。 此外,柔腹还能刺激墨烧神经,使腹壁毛细血管畅通,促进脂肪消耗,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,收到满溢的减肥效果。 第三,治便秘 很多有便秘的人不喜欢吃药,有的吃药就好,不吃药病情就又回到起点,形成了依赖。 其实可以试试柔腹,让身体恢复自身的功能。 按柔时,用力要适度,精力集中,呼吸自然,长期坚持,一定会收到明显的效果。 柔腹时,出现腹内温热感、饥饿感,或产生长明音、排气等,属于正常反应,不必担心。 第四,治痛经 目前很多年轻女性在面对痛经时,一般是通过服用止痛药物来缓解疼痛的。 服药虽见效很快,但不宜长时间使用。 事实上,膜腹对治疗痛经也具有很好的疗效。 这是因为,按柔腹部可以疏经通落,饮血下行,使经形通常。 由于小腹为包工,所在之处,因此膜,擦小腹可促进小腹内微循环,调经止痛。 第五,驱寒气 腹部走的大多是阴经,而小腹又是阴经相交接的部位,属阴中之阴。 阴性寒,是寒气最爱聚集的地方,所以柔腹很关键。 手心的劳工学是火学,有温养的效果。 经常以手心按摩小腹之发热,不但能让人体自动调集脂肪来预寒,还能养员补气,滋阴培养。 第六,致胃病 胃,十二指肠溃疡病 每天早、中、晚饭后各柔腹要次,每次约柔五分钟,可达到辅助治疗溃疡病的目的。 因为胃溃疡病的发生与胃酸分泌过多有关。 经常柔腹,可促使前列腺素分泌增加,阻止胃酸过量分泌,防止溃疡病。 只要坚持一个月,就有惊人的变化,肠道通畅了,裤子松了,不失眠了,身体都硬朗了,身上的老病,慢病慢慢抽丝而去。 不花钱,不吃药,学会了能调百病,好的方法记得告诉家人和朋友,这是造福大众的事情。 不过要注意,这些情况最好不要柔腹。 一,腹内有恶性肿瘤或胃肠穿孔,内脏出血,蓝尾炎或腹膜炎等急腹症时禁止柔腹。 二,过分饥饿或饱餐时,建议在饭后一小时以后再柔。 三,柔腹前要排空小便。 需要注意的是,柔腹时出现腹内温热感、饥饿感或产生肠鸣音、排气等,也属于正常反应,不必担心。 除此之外,这些好习惯也要保持。 一,充足的睡眠。充足的睡眠是健康的基础,也是有良好精神状态的首要条件。 二,适当的运动。 适当的运动不但有利于强身健体,提高免疫力。 通过简单适量的排汗也会将身体中的一些细菌给排出去,保持身体一定的热量和活力。 三,有效的腰部按摩。 将手掌搓热,然后分别放在腰部的两边进行上下按摩,直至搓到腰部有热感为止。 动作一定要轻柔缓和,这样可以避免腰部感觉到寒冷。 对于女性朋友来说,腰部按摩也有很好的帮助。 四,热水泡脚。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脚底按摩,脚底的穴位控制着整个身体, 特别是太西学、肾瑜学、治室学等穴位,都对肾虚有比较好的作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